这是我们读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非常的向往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个人间建立尽头呢 想到东晋时代 慧元大使在江西庐山建一个念佛堂 东陵念佛堂 123个志同道货的朋友 在一起念佛修行 是地球上第一个尽忠道场 123个人过过成就啊 不可思议 前人做得到 我们后人努力也能做得到啊 不是做不到啊 元宫当年所医的经就是无量寿经 那个时候 观经弥陀经还没有翻成中国文 那无量寿经来得早 翻译也是最早的 净土宗这个建立 首先就是一支部经 我们能把这部经里面的道理 理论变成我们的思想 里面的教诲 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 我们就做到了 一个小小的范围 志同道货 在这里修行 那就是基督世界 你真做出样子了 那净土宗在整个世界会发扬广大 所以一定要做一个示范 做一个典型 让人家来学习 所以这个这桩事情 得要大风暴的人 才能做得辛苦 我想我这一生呢 是没法子了 来生大概可以 过去生中没修福吗 只以为修了一点智慧 没有佛报 但这一生修的佛报很多 所以要有佛报有智慧 才能做得成功 佛会双修 缺一个都不行 我们这个世间有很多 有佛报的大法师 佛报很大 没做 我们想做 没佛报 我很想跟他合作 他不跟我合作 没办法了 我能把我能看到的 我能想到的 我都在讲习里供养给大众 我相信听众当中 有 肯定有 有智慧 有佛报 你们要发心 救自己 救你的家庭 救国家 救民族 救全世界 这个功德多大 这多有意义的人生 不要求做大官 也不要求发大财 做真正的好事 你是对人一生都快乐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这个有意义 感谢观看